超商裡堆滿了各式各樣的包裹上千件 這指向都比人還高了 顧客上門取包裹只要跟店員講一聲 店員沒多久就拿來了 不過卻有一名顧客PO網指控說看店員在忙 自行拿取包裹到櫃檯要讓店員掃條碼 店員卻很大聲斥責說是可以報警處理的 還怒摔桌上的東西讓他很生氣 我也有就說太多病態 有錯我就說 店員坦誠態度不佳並為此道歉 但顧客的PO文也引發了網路論戰 不少人站出來替店員喊冤 說這家店到處都有貼標籤 不要自己拿包裹 還質問貨不見了你要賠嗎 也有網友表示 的確是有很多店家要顧客自行拿取貨物 再到櫃檯結帳的 常客說這家店跟網購平台合作 每天都有上千件的包裹 傍晚十分取貨人特別多 可能因此爆發糾紛 而連鎖超商取貨的規定不一 的確有讓顧客自行拿取的 隨著網購數量爆增民眾到超商取貨 最好先看清不同店家的規定 並在行動以免引發紛爭 TVBS新聞既見亨方志成南部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等你喔